台灣人的口頭禪 這句會惹毛夢多 二分之一講 雷搞的時候 很愛講說 如果我不懂 我會跟你說 我聽不懂好嗎 而賈克林則是因為 這句口頭禪會暴怒 我之前叫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她是 有一段時間心情不好 然後我就問她說 被迷怎麼了 她說 媽我真的不懂了 你都不為我 今天晚間11點 東森超市二分之一強 店主會上三刻 我總是姿被頒